好 大家好 我是郭小燕来自辽宁府顺 我的爱情宣言是 以前我爱出头 现在我愿为你变温柔 好 这小燕出手太与众不同了 这个我还没 迄今为止 还没看见过这个打法呢 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 生即是死 死即是生 太有产意了 不是 小燕啊 你上这给我们来阐释 这段产意的话来了吗 因为吧 我比较喜欢她的身材 但是吧 她不喜欢白的嘛 大个儿吸着白吗 我比较黑 来 同心 什么心情 瞬间跌入谷底 万丈深渊的 我这道心脏啊 拔两拔两的 啥也别说了 来看一下这位姑娘 来自辽宁府顺的姑娘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说到我这个人呢 必须显示我的性格 二十年前 我的性格 用两个时间的形容 第一个词就是你看着 我因为我从来不穿裙子 不要你搞得想说犯就犯 第二个词就是你事儿瞅 你瞅瞅啊 瞅哪的 你还瞅 就瞅 你再瞅呢 瞅哪的 一个女人瞅你咋的 就看不上 你那样人气这么嘴的 气我咋的啊 我以前的标准是 能动手尽量不吵嚕 东北女人骂架 你们还在谁呢 刚才是我的四五二十岁之前的事儿 但我现在改变了 我现在头会也流长了 群之高跟鞋也穿了 该找对象了 在我看不惯的事儿 我也不动手了 我爱动手的毛面和我的外表 有时候改变 但是我强制的性格 坚决谁也不想改变 台上的小伙儿 如果我们在一起 我不会动手打你 我现在的原则是 坚决不动手 尽量补偿 我这人特别能粘人 我处于走一步跟一步 时时刻刻要在一块儿 但我年龄会年龄 我现在的原则是 但你别妄想我对你温柔 我不是不能跟男人温柔 是压根的不愧 如果男人要跟我们温柔 跟我们撒个叫啥子的 三哈腿哥 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强势 你强势到什么地步 强势到你 不对我就打你 我所的事儿 你必须做 我没明白你的啥意思 就是你说所说的不对 我哪不对的呢 你看什么事儿呗 你打个比方 就是今晚上 我喝这小子喝酒去了 他家出点白事啥的 我去帮个忙啥的 然后回来就有点晚了 然后就因为这事儿 老公回来不 什么呢 回来不 十二点之前肯定回家 啥乐的 你这么饿啊今天 我不回忆你能咋的 不行 跟谁俩的你 换锁道别回来了 不是 停 你是他老公还是 不是 他是你老公 还是我是你老公 我是呗 啊 那城市泡路太深了 这怎么我的活都要你接了呢 哪你还糊涂 是到底你俩谁回家 这明白没 我回家呀 你去什么 你家有回家 我就是回去 爱找找地 就不行 那以后便回来了 我找媳妇就得有个原则 她必须得会 东北女人的口号 好女人的口号 你听一下 好女人的口号是啥 老公虐我千百回 我带老公如初恋 老公的话是真理 真理 回答必须要得体 那就是答你答的请 老公去女儿要配合 否则回家推大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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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打你打的请 打你几位啥都明白了 带走 好 没听懂吧 你给他讲讲 怎么个带走法 我扎子活的 白活 试一下 太谢谢你了 我太喜欢这 小样的这个 这姑娘直接跳过了 来11号 这是我老想是沈阳的 11号是阎王 我们都是朋友 这一块那不 谁跟你是朋友 你是纯粹拉音的阎王 我能跟你是朋友啊 真有意思 你们俩怎么能称之为朋友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我这一块必须得跟阎王 搞好关系 要不你干不了 走得多挣得多吗 那个老先生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也很好奇 就是你20岁以前特别彪悍 然后20岁以后 又变成这淑女这行 是什么原因 让你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因为年纪大了 我也想找对象了 种那样也不行啊 那你认为这个变化得好吗 好啊 好在哪呢 心态多温柔啊 你喜欢20岁之前的她 还喜欢20岁之后的她 都喜欢呢 回落壳啊 都喜欢你的灯怎么了 燕王 主要是有硬伤嘛 硬伤 硬伤是啥呀 我就不用多说了 好 她 你在乎吗 身高 14岁 这姑娘是直接快进 好吧 那个美女 我看 看短片 我看你特别喜欢粘人是吧 对 你走一步跟一步 走一步跟一步 那我给你刷我裤子 也得了吧 13 13 能听那些问题就继续听 听不下去的 连任何表情都没有 直接过渡是吧 下一位 就是刚才那个就是 那是吃葡萄吧 上岗的就是为你 你感觉我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 不喜欢 你是不是喜欢反胃啊 反亲呢 反亲 是不是喜欢哪 喜欢主动不喜欢被动 三号腿哥 老温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说二十岁之前打仗 你都怎么打呢 就是 往死里打呗 头腰碎 腿打车 内包扇 打骨折 对 那你就 介绍介绍你最严重 给你打啥样呢 我以前在上班 然后那个经理总疗是我 正好赶上我前任 然后看见了他俩就死边儿起来了 但我不能 绝对不能让我前任受伤啊 我就捡起来个东西 给那经理脑袋给打破了 真打成那样吗 就是也粉色 不是所有事都动手 但是一般都是能动手 尽量别吵吵 东北人你说光吵吵不动手 你也不敢进呢 叫啥东北人呢 埋的贼呢 那你就不能控制一下 你俩爷们儿知吧呗 那女人就在旁边 那不行 我感觉就应该动手 你说她都为了我动手了 我不可能在旁边看着 我感觉那是我应该做的 这是以前了 现在 争取不动手 尽量不吵吵 听好这两种概念 争取不动手 尽量不吵吵 对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接着聊 我找对象有我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别人结婚都是男的当家 大男的主义 在我这绝对不行 我结婚逼我当家 我是大女子主义 虽然我没对象 但是看我朋友发生的事 让我明白以后 家里钱必须我说得算 男人有钱就学坏 我跟一些图稳能的女孩不一样 我不喜欢天天守着时空着的男人 我喜欢的男人是做点小买卖 哪管是卖菜都行 我能吃骨 我也能陪你一起吃骨 我会做饭 做的也比较好使 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都能给你做一口热乎的饭吃 来 亲好 王成福 想说呢 就是在家里 谁当家做主这事情 不知道这咱还民主一点吧 其实我还奉承一句话 那句话就是 大事我说了算 小事你不用管 对 这一辈子没有多少大事 对 然后第二点就是 那个像我这种小可爱 你舍不舍得 就是惹成你了 舍不舍得打呀 打不死你 你不现在温柔了吗姑娘 我给忘了 对不起 是啊 你以前出的男朋友有没有说过 就是你的这个 就表达方式上的事 有说过吗 我感觉他们都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那他们有分手的时候说 我真受不了 你给我打成这样的 有 没有 我感觉早有这样 都有安全感的 除非你们爱气 我都不用你们动手 我自己就丧了 在姑娘的眼里 每一个男性都是个弱势群体 你之前出过几个对象 出过三个 你看 说明真有这样的小伙子 这三个还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呢 还被打 打最狠的一次 你男朋友前男友 打了五十多个嘴巴 哎呦 他没有反抗吗 没 他究竟犯了什么错了 就是处于刺发 然后没回来 我给他打了五十多个电话 没接 然后我就回来一样的看我的电话记录 打多少个电话 我打你多少个嘴巴 打完我就消气了 他笑没消气 他笑没消肿 就是脸红了 什么没生气啊 没有 要跟你分析我肯定还得打他 但是姑娘啊 王阁作为过来人说一句啊 家暴不可要啊 家暴 哎这应该 这是不是能称之为家暴了 这典型的热暴力了吗 我感觉这样挺好的呀 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才是乐趣吗 是他愿意挨 那也是属于热暴力了 能降进温不 小样 争取吧 我也想把性格改了 其实这么大了 我感觉应该慢慢改一改了 是是 主要是吧 可能是你现在在这个年纪 不会感受得到 你想 如果你以后找个老公 你们俩结婚了 你老公也特别喜欢你的方式 就是不对频了 啪一个大嘴巴 以后有孩子了呢 如果你们生个儿子 看我妈天天打我爸 以后我娶个媳妇 也天天打我 你想想 他以后他看到的 他感受到的世界 就是那样的一个世界 他以后找的对象 也是天天雷塔的 对 对不对 打着他鼻血窜天的 他永远觉得 他未来就是一个噩梦 对 是不是 慢慢改变吧 对啊 掌声祝福小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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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